美容中心 莊詩敏、莊詩明兩姐妹 這日就一起出席美容中心的開幕禮 提到姚子玲日前就流出被偷拍的床照 還被爆戀上有苦之夫 莊詩敏和莊詩明就提醒女生要小心點 我想現在很多女生都會遇到這個情況 因為很多我們年紀 很多時遇到男生都會出賓 那些男生出來交朋友時 很喜歡說自己婚姻出現問題 同情 經常都說老婆不理我了 跟老婆跟你很差了 搞得了離婚了 但是我覺得現在女生是聰明 不要這麼容易相信 不要太會同情他們 要小心點